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演技代入感很强 尤其是哭戏,他哭基本上会跟着他一起哭 首先,杨子演技这么好,这么热爱演戏的一个演员 性格也非常好 为什么所有的别家粉丝都能拉踩一脚 我想不通 果真流量时代吗? 说香蜜是流量剧我不同意,这里面低人演技都非常好 特别是杨子 我那会看他的香蜜上头,他后来演了那个沉默的证人 我特别期待,专门去电影院看的,可能是张家辉演技太好了 杨子特别让人跳戏,真的电影考验演技啊 杨子的国民度,确实现在没几个小花比得上了 早年还能说说那个国民闺女 现在的话,虽然张子峰发展不错 但是出镜确实也比不上杨子 也没有太出名的剧 说到底,家有儿女这部片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我觉得他很好啊,演技好,上综艺也搞笑 比某些粉丝狂吹的演技好太多,简直不是一个层次 可能是他太厉害了吧 然后别人想压制他,又没有那个演技实力 反正现在娱乐圈水得很 不管拿什么讲啥的,在不关注娱乐圈的人心中 演技说话 战长沙真的绝每次看都是爆哭演技太好了我爱杨子 战长沙白月光之一,家有儿女童年 所以就算杨子和他粉丝多少骚操作,破滤镜行为 黑还是黑不起来的 对,就家有儿女 我都只要杨子不犯法,那我无论谁和他私肯定先占他 要我正主,啊,肯定第一反应是我正主不会是那样的人 没法,家有儿女,印象深刻啊 如果杨子在大一十岁二十岁,这份实际是可以拿出来被众演员 尊称一生前辈的 女演员年轻,想走流量路线提升一下商业价值也可以 但整天跟那些个流量踩来踩去 跟面瘫演员争一番 被阴阳剧本欺负 这些我就看不懂了 只能说团队没实力,背后无资本真惨 杨子演技真是没得说 他这人我也欣赏,好演员,不该跟流量小花放一起比 因为胡香香这个角色,我感觉我永远不会讨厌杨子 同龄女演员的演技大多数都不配给他提携 是的呀,我一度觉得杨子的演技被低估 但我不敢使劲夸,稍微夸下就挨骂 主要也不混粉圈,跟人对骂啥的做不来 我是三十多的阿姨了,这三十多年也有很多喜欢的明星 但真正算粉丝的,我只算杨子的粉丝阿姨粉 真是超喜欢他,看他的剧很容易跟着他的感情走 杨子的路人远好道,听到他和哪家私起来我第一时间觉得是对家的错 我也很奇怪,明明很努力很认真的一个女演员,为什么那么黑他? 杨子的演技代入感特别强,尤其是哭戏,看着他哭基本上都会跟着他一起哭 最近一两年比较喜欢的是他的香蜜和天机,都是看过两遍的 而且,小雪滤镜深入人心,别人怎么黑都不会讨厌他的程度 他的国民度是稳稳当当立在那的,不管别人怎么诋毁,怎么用饭圈思维去拉低他的地位 他就是一个从老年人到00后知名度都很高的一个不错的女演员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谢谢大家